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一点,这样,就像小豆号一样 但是呢,它们之间不能一样大 又变成一种组合 有两个,露出来两个就这样一个长的,一个短的 有三个,一个长的,一个半长的,再一个小的 多了以后呢,就这样一组一组的把组合起来 就不要再去数数了 根据你画头的需要 它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是蕊的具体的点法 比有点干,反而很好 它带出来这个,就像下面那个蕊的小亭一样 有感觉 中间呢,它还有一个磁蕊 你可以,这样表示一下就行了 根据这个花,咱们应该是 把它的磁蕊呢 给它用湿蕊 纯颜色的石磁 这个石磁覆盖力很强 它说有矿物物质 这个少加水 也叫它尽量浓度大一点 直接就点在花心的位置 就用白加藤黄 调成一种稠的一种状 但是笔呢,要用有弹性的毛笔 这个花,它是一个放射性的 这个蕊呀 它有一个规律 出雨昕 顺一半 从花心长出来 它的走向要顺着花瓣 你来画 这个花形 花形,它是放射性的 所以蕊的走向也要是放射性的 这样一组一组的把它画上去 夸张一点 它比较好看 这边也是放射性的 出雨昕 顺雨伴 来,这样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这个花就点好了 这种花形 它外边又有上外放射的伴 但是你里边的伴呢 它还是向心的 这个点这个 吃蕊的那个地方 一定要选好 里边的伴是向心的 所以说呢 它随与伴 出雨昕随与伴切记 这是点蕊的一个诀窍 就开始 顺着伴的走向 给它疏密 长短 大小 用笔要果断 行笔 给感觉非常的潇洒 这个蕊化不好 实际很麻烦的 这样子 前边的 可以把它摘一下 熟密关系 大小 这样 这张蕊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张呢 就是千层瓣的 千层瓣的 一般的瓷蕊 就露不出来了 但是为了是这个花图更加精神 咱就给它挪出来 千层瓣很碎 蕊呢 又特别多 它从瓣的缝隙里边 长出来 先把上面的 画出来 在这个缝隙里边 根据这个层次 把这蕊 给它填上 很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千层瓣的点蕊 是比较难的 点好了以后 它增加它的体 立体感 点不好 它就破坏掉了 它的本来的形象 花蕊 两三个一组 主要怎么解决它这个 怎么能点好呢 关键是 笔的走向 切记住 随出于心 随与伴的走向 你怎么点 它就不会再乱了 点这边的时候 要看它整体 这边与这边的关系 中间 掌握一个疏密的关系 中间密一点 两边疏一点 这就差不多了 这黄颜色的话 你再用黄颜色去点 它就分不出来了 所以说呢 就用猪标 加 胭脂 这个颜色 碰撞一下就可以 直接 上纸 行笔的方式 给画黄的呢 是一样的 主要是注意 一个行笔的方向 再一个 就是个疏密 这两样解决了以后 画蕊就不成问题了 好 这个黄颜色的 这一张 没有点 磁蕊 因为 这个磁蕊 将这些东西 把它遮掉了 它在 没有完全长出来 就可以不画 就可以了 咱们今天讲的花蕊 花蕊虽小 它的重要性很大 如果把它画得不到位 画得太多 它就乱了 如果把它画得太少 它又没有精神 它就像人的眼睛一样 这个画花蕊 记住一个口角 出于心 碎于半 切记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好